大家好,我是小赛 家里面有睡眠不好,心情防照的朋友 你就给他包一碗这样的猪心汤吧 这个猪心莲子汤材料和做法都非常的简单 像我这样做出来的猪心莲子汤 汤鲜味美,不腥不柴,清新去活 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的朋友 一定要多喝猪心莲子汤 喝了之后呢,保证您睡眠质量赶赶的 睡得香,起得早 下面请跟随我的视频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制作的吧 首先准备一个新鲜的猪心 然后用刀将猪心从中间切开 再把猪心切成小块 将猪心切开之后 再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然后把排骨放进来 在碗里面加入一把面粉 然后用手将它充分的抓拌均匀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可以把猪心洗得更干净一些 这样可以有效的去除腥味 还可以把猪心里面的穴块和穴水 给洗出来 然后碗里面加入少许的清水 然后用手反复的给它抓洗 这样可以有效的将里面的穴块和穴水 充分的抓洗出来 将猪心和排骨清洗之后 捞出来 再放入清水中再次清洗 在清洗的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多洗两遍 直到水变清澈为止 猪心里面有很多血管 这些都是腥味的主要来源 然后用剪刀将这些白膜剪掉不要 这样做出来腥味就没有那么重 而且口感会更好一些 将白膜去除干净之后 再将猪心和排骨放一盘浸泡10分钟左右 趁浸泡的时间 我们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 把生姜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三个小葱 将葱白与葱叶分开切 把葱白切成长段 切好之后跟生姜放一起 然后把葱叶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个小碗 碗里面加入一把莲子 一把干百合 一把红枣 然后碗里面加入清水 清水没过红枣 莲子百合 然后用手抓洗干净 把里面的灰尘与杂质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 捞出来沥干水分 再放入一个小碗中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的猪心排骨都浸泡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已经浸泡出了很多的血水与脏东西 然后将猪心和排骨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呢 捞出来沥干水分 然后放入锅里面 把排骨也放入锅中 把姜片葱段都放入锅中 然后加入少许的料酒给它去腥 再往锅中加入清水 然后用锅厂将它摊平 让所有的猪心和排骨都浸泡在水中 这里一定要加凉水 经过温度慢慢的升高 让进一步将里面的血水给它焯烫出来 水开之后 把里面的浮沫撇干净不要 这些是焯烫出来的血水和杂质 也是腥味的主要来源 将里面的浮沫撇干净之后 用肉勺将它捞出来滴干水分 然后放一盘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口沙锅 将沙锅烧热倒入食用油 然后把刚才切好的葱段姜片放入锅中 再快速打翻炒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 把猪心排骨放入锅中 再快速地翻炒 简单地翻炒一下 可以使猪心和排骨吃起来更香 翻炒的时间不易过长 否则它的肉质会变老 接着往里面加入开水 开水的量要一次性加足 然后把帘子摆合红枣放入锅中 再扣上盖子 先用大火将汤给它烧开 然后转小火给它炖煮40分钟左右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打开盖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汤汁非常的浓白 闻着也特别的香 整个厨房都充满着香味 里面的莲子也煮烂了 里面的排骨也煮烂了 接下来我们将猪心捞出来 放到菜板上 然后用刀将猪心切成薄片 猪心炖煮一下 再将它切成薄片 这样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会发财 全部切好之后 再次将猪心放入锅中 然后用勺子将它摊平 让所有的猪心都浸泡在汤汁里面 然后往锅中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加入适量的胡椒粉 用勺子搅拌一下 将调料搅拌均匀 然后扣上盖子 开小火炖5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打开盖子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把枸杞 再撒上性感的小葱花 点缀一下 有时候感觉心房气躁 睡眠不好的时候 我们都会包这个汤 味道感感的 一道非常美味的猪心汤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猪心汤 不腥不柴 清新下火 汤鲜味美 喜欢的朋友 就赶紧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做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先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下期再见